技甲月亭老师坑了孙宏斌跟许家印之后,又来了一个国民老公王思聪,刚刚宣布加入讨伐在月亭的战场。 11月9日晚间,那世网把布公告称,公司近期收到仲裁申请书,包括北京普斯在内的三家乐视体育投资者,状告乐视体育,以违约侵害股东利益为由,向原股东申请仲裁金额约2.4亿元。 其中,北京普斯要求裁决,乐视体育赔偿经济损失9785.16万元进一亿,而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普斯系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建林之子王思聪全资持有,王思聪状告乐视,要求赔偿经济损失9785万元。 11月9日晚间,乐视网发布公告,紧急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寄送的仲裁申请书。 乐视体育投资者北京普斯,厦门家喻和天宏创新向乐视网,乐乐股东,以及北京鹏一起起仲裁申请。 仲裁金额含历施费,公正费等期待申请金额供约2.4亿元。 事情起源于乐视体育的一次融资以及对外资金出见。 2016年4月,乐视体育引入自适与方投资者,分别以现金、债转股的形式,向其投资,的共计78.33亿元。 与此同时,签署了币伦股东协议和币伦融资协议。 其中,在逼了股东协议中,设置了原股东,积了市网,乐乐互动,北京鹏一回购条款。 其中王思聪的北京普斯的申请仲裁情况如下。 1. 要求赔偿经济损失近1亿9785.16万元。 2. 按键主要情况,2016年12月,乐视体育在一次股东会议中披露,乐视体育在北京董事会或股东会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向其关联方乐视控股乐视体育,乐乐互动,乐视网之为假月亭世界控制的公司出借了40多亿元的资金。 由于资金被关联公司占用,乐视体育的正常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大量业务由于资金紧张而无法进行,甚至因无法上还对外欠款而被追诉,承担责任,申请人的投资权益遭受损失。 申请人及其他投资多次要求乐视体育及其原股东解决资金债用问题,但其始终未能解决,以为采取任何不就措施。 根据乐视体育2017年7月26日提出的重组方案,乐视控股仍有24.7亿元借款本金及利息一到期为归还,乐视体育目前资金链断裂,难以恢复正常运营,已被大量债权人起诉。 其已经被多家法院列入视线被执行人,申请人的股东权益受到了严重损害,乐视体育的违约行为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股东利益,持有乐视体育的股权价值贬值,投资成本面临全部亏损,依据B和融级协议第6点一条和股东协议。 第四条,乐视体育应赔偿申请人的损失。 另外,乐视体育还需要赔偿厦门家喻经济损失,5549.25万元,赔偿天宏创新8962.20万元。 王思聪与乐视体育的协议说了啥? 目前,乐视体育第一代股东,为甲月亭控制的乐乐互动,持股比例为30.6%用,乐视网持股6.47%,乐视体育高管雷震监,刘建宏等持股, 的彭义资产持股是2.93%,百分好。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乐视体育B和融资时的协议,设置了元股东及乐视网,乐乐股东,北京彭义回购条款。 乐视体育需要在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投资方认可的上市工作。 如果违约,元股东将在投资方并由着投资方分别单独决定,发出书面回购要求后的两个月内,按照协议约定价格,以现金形式收购投资方所持有的全部公司股权并支付全部对价。 根据上述协议,如若2018年底乐视体育无法完成上市工作,乐视网,乐乐库东及北京彭义将面临可能支付投资方持有乐视体育股权收购价款的风险。 逐渐2018年就剩下不到两个月,上市工作可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才有王思聪的几个投资者做出仲裁申请,要求乐视体育融资时的承诺方支付股权回购款,损失几率是费用的,共计二点赐一元。 贾热情不仅坑了王思聪,还有众多明星,据中国企业家报道,在乐视体育的B轮融资中,除了机构投资者外,还有11名明星投资人,包括刘涛、孙宏雷、贾买亮、周旭、王宝强等,总投资金额522亿,占过不到1%。 这也秉实了此前乐视影业的策略,类似张艺谋、郭敬明、孙力这样的名字,也出现在乐视的股东名单里。 中国企业家报道,著名演员刘涛与乐视体育雷震监,见了一次面就达成合作异象。 彼时乐视体育资金紧张,刘涛爽快地投了一部分资金上,被认为雪中从炭,当时刘涛总共投了5000万元。 此时金人的名单中,自然员股东为李磊、陈文、班青龙、王宅和陈建,有媒体称,刘涛等是通过员工持股平台进行明星持股。 明星们的钱都花在了哪儿?被认为是最大的一个出处。 此前,在现金流充裕的情况下,乐视曾拥有中超、银超等热门赛事,一两年27亿元的天价,从起奥斗力手中, 拿下中超全媒体转播券,已超过两亿美元拿下英超香港地区两赛季独家。 据财新,2016年4月,乐视体育称,已经达到了310个,其中72%为独家播出。 此外,财新称,乐视体育比轮融资一半,被乐视控股挪用于其他业务。 颠崩时期,乐视体育曾高加揽下了英超、中超和亚族联旗下比赛等知名赛事的。 但随着乐视系公司陷入资金链危机,乐视体育无力维系高昂的费用支持,接连失去了上述赛事, 其人员流失严重,包括刘建宏在内的核心高管接连离职,并进行了大幅裁员。 乐视非上市体系陷入资金链危机之后,出卖非上市体系资产成为一期。 宗鸿斌战略投资乐视之后,该卖的卖,该合作的合作。 以乐视体育为力,宗鸿斌强调,中超去年投入13.5,一共收了5000万,亏了13个亿。 这就是神经病,或承担摇摇摇理逆于远以内的回合责任。 甲悦挺留下的这堆烂摊子,乐视网不大响润,乐视网在公告着,乐视体育案件中, 除A加伦和B伦各先增投资者均对上市公司提起仲裁申请,经上市公司初步计算,上市公司,乐乐股东, 北京鹏一可能共承大约摇摇摇理逆于远以内的回合责任。 此结果仅为公司内部预计,最终结果一众财委员会,或法院等司法机关判决为准。 乐视体育于2014年3月成立,于2015年4月,验入投资者,并结束A加伦股东协议和A加伦融资协议。 新增投资者上海云峰新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云峰新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期方。 投资款共计5.79亿元,乐视体育于2016年4月再次引入投资者,签署碧伦股东协议和B轮融资协议。 新增投资者加新永文明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乐银产业投资基金和合企业有限合伙等40余帮分别已现金,债赚固形式增资。 投资款共计78.33亿元。 如上述A加伦和B轮各新增投资者针对上市公司提起仲裁申请,经上市公司初步计算,上市公司,乐乐股东,北京彭义,可能共承担约110亿元以内的回合责任。 此结果定为公司内部预计,最终结果逆仲裁委员会或法院等司法机关判决为准。 乐视网在7月9日发布的公告中表示,乐视网针对乐视体育融资,时承诺的回合责任等相关事项,为履行符合公司法公司招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审议、签署程序,其法律效力存疑。 在11月9日的公告中,乐视网表示,对于导致上市公司可能承担的回购、诉讼赔偿等责任、债务,上市公司将依法保留下相关责任和非上市体系相关企业继续追索,倾诉的权利。 王思聪的投资经历,把王建林给的五亿百乘六十三亿。 从前演查获悉,王思聪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或投资的公司达四十六家,其中注册于2009年的北京普斯投资有限公司,是王思聪资本月做核心抓手。 当年王思聪不愿按照家族企业的思路经商,王建林给了王思聪五个亿创立的普斯资本,从此,王思聪开始试水布局产业。 从最初的五亿,到2017年胡润财富,公布,的王思聪身家六十三亿,当初市场不看好这一玩护子帝,已经实现资本的十一倍积累。 书里王思聪相关企业发现,电竞是其投荣布局中的重要一环,而二级俱乐部,香蕉计划和熊猫直播,一是王思聪电竞帝国中最重要的三家公司,收购并重新组建一个电竞俱乐部是内容输出的根本。 而电竞的其中一个收入来源,则是建立在直播平台上,王思聪,2015年以2000万投资游戏直播平台熊猫TV,目前已成为国内第三大游戏直播平台,仅次于斗鱼与虎夹,此前,业内估值已达50亿人。 而香蕉计划则完善了王思聪的电竞布局,这个2015年6月创办的公司,营业范围包括电子竞技的赛事项目,线上平台运营、传媒等。 香蕉游戏是香蕉计划旗下的电竞部门,还曾经获得经纬,IDG资本等机构的投资,其估值超过2亿元。 本文源自中国基金棒,更多精彩资讯,请来金融界网站。 www.jrjcom.cn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